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就要分享我從來都沒有拍過的一條主題 就是Empty's Pin 你看我儲了多少袋 只要將它分緩別類 之前一直都很想拍 一直都拍不成的原因 是因為我沒什麼耐性去儲那些空瓶的產品 這幾袋東西在這個雜物房都放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時候就集合拍一條片 然後就可以丟掉這袋垃圾 神經病 真是超級大袋 但是你近看你會發現大部份都是那些陰影眼鏡 超多 這就是我這幾個月的箭跡 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多 大部份都是一些抗 上面那部份不是很齊 因為有些產品我用完之後 我又丟掉了 或者有些重複了 我又丟掉了 我分享了兩樣我最常戴的款式 也是大家問過我很多次 我的影片裡面究竟戴什麼款式 首先就是All Lens的VV Ring 這一款其實就是資修銅款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漂亮 大小的盒度好處 13.0mm 就很適合一些本身眼珠不太大 但又想少少戴眼效果的女生戴 它又不會太誇張 那些客人不喜歡太誇張 其實戴它那些客人都覺得很OK VV Ring其實它有其他顏色 我也有試過灰色系列 戴完之後都是喜歡啡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自壽大開 所以我覺得這款是比較漂亮 但其實我覺得整個系列都很漂亮 上星期就在店裡有再買一些新款式 然後跟我說它們出了一隻綠色 我看了一些圖之後就覺得 如果綠色的話 妝感就會更厲害了 所以我就沒有買來試 這一款的啡色VV Ring 我真的回購過10萬這麼多次 另外一款都是我自己必買必帶的 就是Olan's的Spanish 它是有不同的直徑的 我喜歡戴小的直徑 因為本身我的眼睛不太大 如果強行戴一些太誇張太大的話 只會看起來很不自然 喜歡這個其實它比自己的眼珠還小 所以它很低調地加了一些層次和顏色 但又有東西看 它不是去到混血的效果 但會令你的眼睛深邃有神 其實朋友不仔細看 都不知道我戴了Color Cone 你今天的妝容挺漂亮 其實就是戴了這款Cone 我真的戴了一盒 數不清 這只是一部份 剛才我講到它有兩個不同的直徑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11.9mm 另外一個就是13.3mm 它們中間的圈都挺像的 它就再外面多了一個黑色的外框 所以這個它的妝感是會明顯很多 也都很容易看得出你是戴了大眼仔 一個我覺得都挺漂亮的 不過我又未必說會經常戴 但之後可以選擇的話 我都會回購小一點的 而不是大一點的 看看有什麼 很多款 Skanded OK 另外這款繼續是同一個brand O-Lens的Skanded One Day 我就是戴過灰色的 這款是非常像Spanish 因為它們的直徑都一樣 同樣只是中間有顏色 外面沒有顏色 不過這顏色就真的誇張一點 妝感是會比較厲害的 如果兩個都這麼像 但要我選擇的話 我都會選擇Spanish的系列 終於不是O-Lens 這個Stay Me的牌子 這個我記得是PR Gift 我自己很一般 因為就這樣看 它的款式不誇張 但問題是它的直徑是很長 是14.2mm 我的眼睛不戴 戴完之後我就覺得 有點不自然 所以戴完一盒之後 我自己都沒有再去回購了 好 接著就是Ecafiel的Color Con 我想說其實Ecafiel的Color Con 是很漂亮的 其實所有顏色我自己都有試過 而這隻Hazel的顏色 就是第一款成功跑出 被我空平的款式 因為它的紋是手繪 是很精緻 近看它不會看到Pixel 所以它真的看得出很精緻 一條條線 所以戴了它之後 我就很喜歡很近的照自己的臉 我們看到這個盒子的紫色 其實它是一個啡色 還有其他顏色其實都很漂亮的 譬如說它綠色的 不過都是有少許橄欖綠 但都是偏啡的顏色 很容易carry 所以如果你喜歡精緻的感覺的話 其實你應該會很喜歡Ecafiel 這個系列的Color Con 因為太多了 所以我在手機就分類了 因為我怕自己降漏 又回到OLANCE 就是OLANCE的Russian Smoky 這個XL就是我現在眼上戴的那種款式 真的挺漂亮的 還有它那個混血的感覺是非常之重的 這一款是少有我會戴的一個比較大直徑的Color 其實是13.3 其實都算大的 譬如說剛才VvRain只是13.0 其他的都是很小 為什麼我接受到它呢 是因為它Fucon的顏色 contrast都挺大 所以戴上眼 立體感會重一點 都看上去沒有那麼像ET的眼睛 接下來如果多些機會出去 或者多些Events的話 我也不排除會再回購這一款 因為戴上眼其實都挺有驚喜的 它有一種很混血的感覺 你看到其實我今天的妝容是很淡 我只是畫了內眼線 但戴完這個Corn之後 整件事好像有神了 還有另一款 就是這個日本brand的Color Corn 這個其實我之前分享過 翻藝素眼用它是非常之適合的 因為它真的低調到不得了 陽光下其實又看得出你只是有點啡啡 很初出可憐的感覺 用了那麼多盒 六盒之後我都決定不再回購 因為我覺得它的價錢不算太便宜 它除了開一盒都要30元 比起Olan 它一盒大概 如果你買很多盒了送幾盒的話 只是大約20元 所以其實是便宜幾成 之後我亦都去了Olan 買了一些近次它的款式 最近的戴外你也會分享 大家就記得留意那條影片 但其實這款真的非常漂亮 它的保水度又很高 如果你覺得30元一堆都可以接手 我絕對會推薦你買這一款 非常之自然 終於分享完的一袋 我已經wrap了 但還是很長 Move on 去第二個CAT 就是清潔雷臉 為什麼我用膠袋裝著呢 就是因為它有少少流水 傑膚水 Claire Deport 開頭用它 因為那時候天氣比較熱 我一般喜歡它 因為它的滋潤程度很高 抹完之後會有一層磨 停留在你皮膚上 我就會很困擾 究竟我是抹乾淨臉味的 前陣子有一兩個星期 我會去到單位數的溫度 那時候用它我覺得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大沙漠機用 它就會有驚喜 它在我身上未發揮到最好的功效 所以用完我就未必會回購 然後就是MAT的這個卸妝油 我想上年的好物分享 有分享過它 最後用完它 這支卸妝油真的很好用 我是會回購 因為它真的很輕薄 射得很乾淨 很輕盈 最近其實用另一個卸妝油 跟它的感覺都很相似 就是Bobbi Brown的卸妝油 那個感覺好像再輕身多一點 所以那個份量 我是用得比這個更多一點的 夏天和容易長暗妝 當你用到一些很輕身的卸妝油 你會覺得很開心 前陣子經常都直眼睫毛 沒有怎樣化眼妝 所以我通常會用這個結膚水一齊用 在家裡會用包裝紅水比較多 簡單又會防敏感 如果外出又或者再攤快的話 我就會用Bephesda的卸妝紙巾 這個都很好用 我用了很多包裝 通常我都是喜歡用藍色這款 其實這些都應該回購了很多次 不過都真的第一次跟大家在鏡頭上分享 Dewitree的這個peeling gel 其實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peeling gel 因為我覺得它只是擦一下 好像擦到一些髒東西 你再照鏡你不會覺得你臉的角質層好像走了 那些黑頭仍然在 我就跟這個brand合作 那PR就寄了其他產品 連這支給我試 我就用一下我就整支用光了 不過我就很推薦一些 你budget有限 或者你經常長暗瘡的學生 去用這個品牌的另一個粉紅色系列 就是老金石系列 空油和鎮靜的效果真的做得很好 最重要就是容易買 萬寧買到 價錢非常相宜 而且我唯獨是只存了洗頭水 其實我用了很多洗頭水用護髮素 但我長期不記得留下盒子 只有這個才記得 這個洗頭水挺好用的 但其實這個系列我最喜歡用它們的髮膜 用完之後真的很滑很滑 吸收得很好 下一代要分享的就是爽膚水系列 沒錯 我是跟著這個護膚程序去share 我想說剛剛看這袋的 我發現一些產品我還可以用多兩三次 但因為我真的太心急很想拍這條片 我就丟進去 然後就拿出來用它了 還有這個好什麼分享都有分享過的 保濕度非常之好 最初用它來急救 真的100%完美 其實有另外一個產品保濕力都ok的 就是IPSA的流金水 用法上我也覺得有點分別 如果那天要化長時間的妝 我想保濕力好一點的話 我就會用它 但如果那期皮膚比較不穩定 容易會有狀況的話 我就會用IPSA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鎮靜能力 是好過Jerlick這個是些少的 空平了兩支的靈脂水 這個靈脂水感覺保濕力 是沒有這些那麼好的 但是它的降紅能力是ok的 因為我經常都犯一些紅點 快要爆瘡或多手折暗瘡 有時候真的不小心 知道紅了腫了 怕它惡化的話 我就馬上倒進化妝臉 然後濕敷某些部分 其實敷大約3至5分鐘 紅中的部分已經退了一半 所以就很勤力用了兩支 下一支就是雪肌精的 這支唇保濕的爽膚水 因為那時候用開 我就覺得我好像都沒有什麼 唇保濕拍上面的爽膚水 我就勤力用了它 剛才提及到這幾支 我也是會濕敷化妝棉這樣敷 另外一個就是 倒進化妝棉拆臉的 就是Chantecai的這個潔膚水 還是有一點點 但很想跟大家分享買 如果有預算的話 很推薦大家去買一支來用 因為它不只是清潔皮膚那麼簡單 它是會令你膚質變漂亮 是有養敷功效 另外其實我已經開了另一支 那支應該用了一半都有 它是很溫和的 那期皮膚很敏感 你用了它也不會有飯桶 很刺痛的感覺 它是慢慢幫你去除一些老化角質層 持住用大約一個星期 你的皮膚是有光澤感 剔透了 但如果你說你沒什麼預算 不想買季婦品牌 其實市面上都有些挺好用的 潔膚棉 我都覺得是挺好的 就是精華系列 精華系列幾世代 其實我不只用過這麼少 因為我很貪心 很多時候用了一半 我覺得挺好用的 然後我就很想移動去 另一個品牌品牌 所以其實我的廁所是堆滿了一堆 用了一半想繼續用 但又沒有空用的產品 第一款就是我都分享過的 Drunk Elephant果酸精華 那我就不是天天用的 通常是必要時 譬如說那天很多暗粒 我就會晚上配搭它來用 那它真的換褲效果很好 地上起床 其實感覺都會沒有那麼多暗用 有些暗粒 它未必是立刻變成暗瘡 但你很害怕 如果你碰了一些髒東西 或者吃了一些熱氣的東西 它就立刻變成大紅瘡 其實它都可以制止到某部分 有時候可能用了兩三晚之後 那些位置開始硬化 變成一粒好像走米的東西 做一些小磨砂 就可以將它移走 本身已經發炎的位置 它就可以令它快一點消中 拿它來看門口非常不錯 然後就是小黑瓶和小中瓶 這兩支大家都經常用來比較 我都很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用口感 C森喜歡小黑瓶比較適合我的 這支小中瓶其實都用了一段時間才用得完 這支它的滋潤度是高一點的 當我用了它的時候 我就不能夠配搭其他的精華用 但我很貪心 我通常用完Lancum的這支小黑瓶 我就會再配搭其他東西 例如修復精華 這支很薄 真的四季早晚都用得 這支真的比較挑時間用 我經常跟朋友爭論 究竟小黑瓶會用還是小中瓶 大家都各自幾件 大乾肌 沙漠肌 或者比較敏感 通常朋友都喜歡小中瓶 大家可以做個參考 然後呢 Bishell B5 Gel 都是很classic的保濕精華 通常做完衣味 就真的兩三天都用一些純保濕的產品 其實不單是Bishell 其他品牌我都會使用 然後還有Dermacep的維他命C原液 25我已經用完了 其實之前都有用過5、10 25 它是最貴 但它的維絲濃度最高 所以它的效益是最優勢的 如果你有一點預算 是可以選25 因為它真的很快見效 它新升級的版本 可能3至5日 你就會感覺到那些位置 真的亮白了 暗瘡印是淡了 有些人經常問我 你去暗瘡印是怎樣去的 我真的經常都用這個 還有會連頸子用 因為我的頸子很容易很暗沉 而且有時候會曬到有雀斑 然後用它 感覺可以追回臉的顏色 然後呢 這兩個面膜其實感覺都挺像的 Sabon Floral Mask 一個是Fresh Rose Mask 兩個比較的話 其實我覺得Fresh是吸收得好一點 而且感覺保濕力會高一點 Sabon這個就沒什麼特別 純粹是味道很香 所以我就用完了 另外一個Gel Mask 就是MTM Labo的Gel Mask 其實通常我會把Gel Mask 或者Cream Mask 兩個混合起來用 就根據當時的狀況 如果是冬天的話 Cream Mask的比例多一點 這個品牌的好處 就是可以根據皮膚的狀況 去店裡度身訂做 但我懶 我覺得差用都很好用 所以我就沒有度身訂做 就已經空平了 這個很想跟大家分享 是First Aid Beauty的燕墨面膜 它的真正和光控能力 是很好 很紅腫的暗瘡 腫了幾天 扯到臉皮都痛了 但它也不消腫 繼續敷它 當然不是即時見效的 逐敷兩三次 它起碼沒有變大 然後就慢慢降紅 沒有那麼痛 如果你那期是很敏感很敏感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燕墨面膜去舒緩 很壞處就是比較細緻 全臉都用的 所以這支我想我用了不太多次就用完了 有一個再自沖一點的方法 就是自己混淆墨面膜 以前中學的時候 沒有那麼預算去買一些很貴的產品 當時又沒有認識這個品牌 自己混淆墨、蜂蜜膚在臉上 勤力敷三、四次 其實你都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效果 Lush的Lavener系列是很香的 整個系列無論是Body Mist、Body Mask、Body Lotion 全部都有一個很香很香的薰衣草味 新鮮的薰衣草面膜都是很好用 敷完臉後真的提亮了和保濕度到OK 最後兩個 就是Shantakai的Lily Healing Mask 我發覺如果你皮膚很年輕 或者沒有狀況 你用它是沒有什麼尿度 你會覺得它好像超過貨 但當你皮膚出狀況 或者你輕熟地用它的時候 你就會給它的功效、經驗度 我試過有一次 皮膚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水油不平衡 突然又很油、突然又很乾 總之是黏了線 我就試試用這個面膜去鎮整皮膚 續敷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發現皮膚好像穩定了 就是你覺得你的屏障變回正常 它有自我的鎖水能力 有時候你可能想省一點 你不想就這樣承搭敷臉 你可以軟睡就做一個Sleeping Mask 勃勃擦一層 起身的面膜效果其實也是漂亮的 最後一個面膜就是 Innus3加強版的火山泥面膜 這個也很好用的 非常之便宜的清潔面膜 最後一代就是雜感系列 因爲分不了雷 這個呢 就是Philosophy的Body Lotion 我想說這個Body Lotion很清爽 洗完澡之後塗它很快吸收很爽身 如果你男朋友乾到爆炸掉皮的話 你可以試試買這個給他 他應該會喜歡用 已經用完了 Ipsa的ME雨液 我當時是用三毫的 我通常會怎樣用呢 有時候在家隔了三四個小時 還要補防曬 其實臉也會有一點臭臭 還有臉油 我會擠到化妝臉上 擦一次臉 可以做到一個很簡單的清潔 再加保濕 因為它很輕身 所以吸得很快 過一陣子我就會再擦防曬 就是這樣慢慢讓我用完這支 Skin Aqua Tone Up Essence 其實是一個有防曬度數的打底霜 我通常會塗身 我身有時候外景需要塗防曬 它有少少塗的效果 令你好像白淨了 看上去沒有那麼容易 跟臉有色差 身不塗東西 但臉化妝 臉看上去會白一點 或者紅潤一點 用它來塗肩膀或者塗頸 就會令到色差沒有那麼嚴重 又可以做到防曬效果 最後一支就是 大家應該看不到是什麼 就是Auxy No.5 就是之前我打了都買不到那支 終於買到了 這支功成身退了 我覺得我自己很厲害 究竟要生多少暗瘡 才可以把這麼大支暗瘡膏用到空瓶 以前學生年代用10號比較多 因為10號比5號的濃度 剛剛很高一倍 就貨了一些很大顆很紅腫的瘡 但現在生暗瘡 偏向是很小顆的暗粒或者粉刺 所以用它的情況就會多很多 所以買這支來看門口是非常之好 好了 今天這條用wrap形式分享的空瓶片就差不多了 本身打算再等一段時間再分享 以為自己不是很多 然後攤完出來看 發現這裡也有幾十樣的 希望你不會覺得這條片太滿了 我已經盡量說得快點了 大部分時間都是賺產品 因為我覺得不好用的產品 其實我不會強迫自己用完 我會送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通常用得 我都覺得真的好用 我才會繼續用 接下來也有很多產品好用 但我還沒用完 大家要等我之後的空瓶片分享 但下一條可能都要等半年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